娱乐圈是一个看脸的地方,更是一个产美女的地方 平时我们也见过不少 那些当红女星每次出现都是那么的光鲜亮丽 让人眼前一亮心生羡慕 但是你们见过这些女星没有化妆的样子吗?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说说,杨幂卸妆后 热巴卸妆后,林志玲卸妆后的情况 杨幂,娱乐圈里的当红女星 不论是身材还是演技都很不错,古剑奇谈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这些电视剧里都有她的身影 每次见她都是美若天仙,可是卸妆以后却成了这样 迪丽热巴,这位新疆美女最近也火了起来 迪丽热巴的身边非常不错,眼睛也非常大 每次出来都能吸引无数粉丝围观 可是卸妆后的热巴成了这样 当然有些人的素颜照片就让人无法质疑了 只因他们晒素颜的方式实在是没得挑剔 现场直播卸妆你还能说什么 和热巴一样在,奔跑吧,露素颜的景田就没有遭到质疑 因为在这之前人家就在网上直播过卸妆洗脸 这样做得还有舒畅,洗完脸后也只是感觉眉毛淡了,皮肤很好 而袁永怡曾经在快乐大本营上说过张智琳最喜欢她不化妆的样子 至于原因袁永怡在快本的现场洗脸卸妆之后大家就明白了,还是那么好看 当时和她一块现场卸妆的还有谢娜 真正男子汉,中阳逆卸妆之后的素颜也把人美到了 林志玲,她可谓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神了 四十多岁依然是那样美丽 可是当她卸妆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很多粉丝都不敢认了,他们无法相信女神会变成村姑 刘亦菲是大家公认的美女,她是拍古装剧出道的 所以神仙姐姐也是她的代名词 如今神仙姐姐自己年过三十,但是依然美丽 卸妆以后的她好像没什么变化 大家觉得她们谁最美